我說這些都荒謬的事情一直在演變 這四個月 但是像今天啊 我提醒新政府 今天不當早上11點 不當擋場違規的大門 被公開這樣砸破 11點喔 不是三個半天喔 公開都破了 如果新政府你把它當成一般 普通的商店被砸的回損之案 那這個政府完蛋了 這個不當擋場是經過全民期待 轉型正義 好不容易在立法院三讀通過 成立了一個公權力的機關 結果才開始宣布說 要查國民黨的中投跟新一台 兩家公司 你就玻璃被砸破了 你如果沒有最快時間抓到人犯 追查後面的原因的話 人民都對這個政府 還有什麼信心期待的啊 普當黨產委員會 這是白天光天化日 11點鐘遭到疑似兩名男子 砸破這個玻璃門了 來前面這邊要補充 但是我先請教的是康仁俊 我想請教一下這個案子 熱身案檢調是打算怎麼樣 要吃案嗎 是這樣子嗎 我支持政黨輪替的原因就在於是 陳如剛剛大家講的 把所有的黑幕全部都掀出來 我其實不能理解 就是說我們現在把政府的一些職位 拿出來 到底是肯定這些人在業界裡面的貢獻 還是讓這些人有一個入門磚 他以後把這些政府單位拿成 他的小金庫 我為什麼會這樣講 資策會董事 我講實話 我們也認識很多遊戲業界的朋友 什麼人有主意去做董事 我不要講說許金融 你兩千年之前 你是在做記者 兩千年之後 你拿五百萬說要進去這個公司裡面 不斷地經過爭資 不斷地再拿錢進去之後 兩千零九年 你告訴我他符合資策會董事的資格在哪裡 結果今天看起來 你當了董事的這個資格之後 剛剛姚老師講 你有沒有要用人頭或怎麼樣 我跟你講他連用人頭都懶 他今天是我今天擺明 我就是這個公司的人 對不起你的補助就給我 如果今天按照今天揭露資訊是這樣 我再講另外一件事情 今天為什麼大家質疑說 殷其明跟他之間的關係 你知道許金融還當過 這個臺北市文化發展委員會的委員 臺北市文化發展委員會 是歸在誰下面 臺北市文化局下面 好奇怪 這些人相關的人 曾經讓你進來當個什麼職務的 沒有 他之前曾經當過 可是我就講 這些狗屁倒灶的事情 全部拿在6月7號開的這個會 你的狀況 最後做接住的是什麼 再來120 知道嗎 King Kong這個公司 這個是誰的 我跟你講 他是許金融百分之百可以控股的 他在3月份的時候 還有931萬張左右 他拿去就金 設置的股數是643萬 你知道那個比例是多少嗎 百分之69 好 為什麼一定要講一下 這是3月份 因為在4月份的時候 你可以再回來看喔 在4月份的時候 許金融他自己本身沒有變化 他一樣是這個 可是你看King Kong的這個部分 他已經實際的持有股數 從本來920 現在變成多少 680 估計250萬的股去哪裡 再來按照設置股數來講 他還是維持在640萬 你知道這個比例高達到多少嗎 剛剛是在百分之69 你知道按照這個到4月份的時候 他拿去借錢的比例已經高達93.5% 你今天五月份的時候告訴我講說 因為這個白紙桿頭這個公司 他要進來買 我檢視大家的結構 都告訴你講說這個是合理的 請你告訴我 當一個公司 他的借持股 拿去就金的比例高到這個樣子 你讀懂還有這個臉在那邊講說 沒問題啊 我們告訴大家講說OK喔 但是你自己要想清楚 你要參與不是你的事 我覺得我不知道 我們現在規避責任可以這樣幹的 再來就是說當這個公司 他在四月份的時候 他已經自己這個百分之百分百控股的 這個去直接的比例已經高到這個樣子了 百分之九十七 我百分之九十三 我不知道就這邊在座的專業 會覺得說這樣的公司是OK的嗎 那今天有人有一個有一個股東說 你拿去借錢借到這麼多 我還看好你 我還願意花高價給你買 我想請教 你的專業論述已經長達一個禮拜了 檢調會看不懂嗎 觀眾朋友 我們不是說我們的檢察官 特殊檢察官是不是有特殊的傾向 還是權力在包庇當中 因為洗錢案同樣槓上開花 蔡友才 趙鋒欣的洗錢案 也涉及到內線交易 這兩個案子都讓我們覺得 權力在護航 是不是真辦還是真的假辦 不是說在政黨輪替之後 檢察官你要淪為政治服務 你要看著媒體來辦案 但是該怎麼辦就應該怎麼辦 難道這些專業論述 我們檢察官會看不懂嗎 語音投票 樂聲案涉及內線交易 檢調真辦還是假辦 真辦請案一 假辦請案二 當然在此同時 告訴觀眾朋友 在今天晚上全台有感 就是地表最強的颱風 那麼莫蘭蒂在今天晚上來勢洶洶 停班停課除了台東線 在今天蘭嶼香下午已經宣布 明天停班停課之外 最新消息還包括 來我們看看最新的創面 可是呢我先要告訴觀眾朋友 決心跟魄力 現在很多的選民要看林權院長 你的決心魄力在哪裡 怎麼面對這樣的一個國民黨 我先看立法院的最新畫面 包括了何欣純包括徐永明老師 加入我們討論 我們來看立法院最新畫面 林權就下函 林權就下函 新會期才開議 蘭嶼立委一早又披上戰袍 拿著看板喊口號 要林權內閣白組 直見一旁的行政院長林權 正比吉書不動入山 祝祝大家身體健康 萬事如意 謝謝 在蘭嶼靜坐的尷尬四分鐘 林權好不容易完成實證報告 這個會期才開始 已經煙燒味十足 行政院專出優先法案 包括住宅法 電液法 以及攸關一例一休的牢基法 長照法與兩岸兼佈條例 統計32案 希望有機會能過關 但蘭嶼可沒打算 讓林權這麼好過 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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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民黨的立委一早就來 排隊登記 喬下國事論壇的發言權 我今天也準備了一個 乖寶寶貼紙 等一下要送給張政委 我們希望在部會裡面 勇敢發言 對於傾聽人民聲音的部會首長 我們要給他加油跟鼓勵 蘭嶼還借鋒插針 拿綠穎自家人猛刺林權 該組的聲浪一波又一波 內閣的人事問題 每次都可以檢討 不過目前 並沒有任何要改組的考量 公共事務 每個人都會有不同的意見 我們都盡量地去聽取每個人意見 然後從中間求取一個 社會大眾人可以接受 最多數人可以接受的一些政策 這是一個負責任的做法 原本要揹個林權上台的藍營 假動作不斷 齊蕙琦 藍綠守護過招 國民黨臨時改變策略 確定在質詢台上給那個團隊一點點 點測瞧瞧 好 在立法院最新畫面 我們的原因投票持續在進行當中 我請教是姚英明老師 包括加入我們討論 有何欣純跟徐明老師 國民黨黨主席洪秀柱怎麼說呢 民進黨上個會期 沒有尊重國民黨太惡劣了 他發動所有的國民黨立法院 在立法院充分的發揮戰鬥力 用焦土政策大量提案 利用義式攻防杯革法案 來換取尊重 來 楊老師怎麼看 行政院長林權 包括立法院長蘇嘉全 怎麼面對這樣的國民黨 這樣的國民黨到底在做什麼 展開所謂的無限期戰爭 來 楊老師怎麼看 這根本就是翻桌子的政策 也就是贏不了 直接把政局搞亂 也就是讓蔡英文林權 這個內閣 這個政府 能夠亂七八糟一事無成 在立法院最好法案都沒通過 了國民黨 到現在為止沒看清楚論述能力 第一 他說 林權的民調直落 所以應該下台 發動倒閣 我用兩句話 或者獨派壓下台 國民黨要發動倒閣 我用兩個很簡單的例子 在國民黨政府倒數第二第三兩個行政院院長 我們就拿倒數第二個就是後來不見馬英九的那個叫什麼 那個叫什麼 毛治國 他的滿意 他的滿意度 在剛上任跟到卸任之前都大概只有二十八不到 沒聽過國民黨認為他應該下台 滿久更不要講了 眾所皆知 大概將近一年以上 大概只有十八出頭十幾趴出頭 有的人有一次有個民調還是單個位數那不算就十幾趴出頭十三十四吧 也沒有一個國民黨叫他下台 因為林全現在還有四成的民調滿意度啊 單從民調的簡單數字 你也憑這一點 你也沒資格叫他下台啊 第二 到現在搞不懂什麼叫 國民黨我發覺沒有完全沒有論述思考了 什麼叫不信任投票 不信任投票是意思說 原來被多數支持的行政院長 叫林全有個多數 可是因為某一個政策 連原來支持他的多數有一部分人可能也不支持他 跟那個反對黨聯合起來把他倒下來 然後形成一個再多數換一個內閣 就這麼簡單嘛 這就是不信任案的最典型的最基本的運作模型 也就是那個行政院長那個內閣 他某一個政策 我不管是國防外交還是兩岸 他連自己黨的多數都有一部分的不支持 比如說有二十個人不支持 倒過來 變成五十幾六十個人反對 然後他就換一個人 然後再獲得一個新的多數 為什麼要有多數支持 因為要符合民主政治多數統治的基本原理 也就是我們的政府一定要是多數民意支持的 所以要有個不信任基礎 可是現在林全 穩穩蕩蕩的得到國會多數的支持 這有什麼不信任的你要你要先論述一件事情是政策上有可能原來支持他的多數黨不同意了 這個顯然沒有嘛 好 最後一點最可笑的今天講了幾個政策 第一個叫美豬啊什麼因為三個理由了好我都不背了 因為這三個理由我就講個美豬 林全還居然在他的好像回答裡面還回應了 對這幾個根本無聊的主張又根本還沒開始嘛 今天如果民權強硬的主張 美豬就給我進來 美牛也給我進來 那你還有個道理嗎 說為了這個 政策上可能 民進黨裡面也有十個八個不同意 所以大家有道理 你提了幾個政策沒有 幾乎沒有 沒有 沒有多數的支持 民意 都沒有到現在反 沒有沒有沒有 沒有贊成的意見 也就是說 美豬的議題根本沒開始 你打一個空貓彈人家根本沒有 你還沒開始的東西 你就要這樣想想 國民黨不會在野嘛 他不會當在野黨嘛 所以了那不管了 那他反正就準備繼續在野了 重點是什麼 重點是國民黨打這種策略 最後的結果 給選民看穿了 他怎麼會給你 趁心情 快點是國民黨